事實上 我的小孩 一個大一 一個大二 淡江的成績是非常高的 因為在台北的私立學校 他是算非常好的 等於是功利 跟功利是平行的 那所以說呢 有些時候呢 我們面對現實 我們平常嘴巴會講 藝妮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位天使 他是來討厭我們的教育的環境 今天在座的各位記者們 也是有情從事新聞的這條路 那藝妮走得這麼的辛苦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提問 感動深受的 請你們現在先閉上眼睛 感受一下藝妮 我們不關燈 因為怕你們要寫字 閉上眼睛想想 如果你在黑暗中 新聞是你一條要走的路 他這麼辛苦的走 最後他講 也許兩年後 他雖然轉工程 三年後 你要嚴閉喔 好 你有自畢業就好 我很怕大家都不畢業 你有當掉一顆兩顆 我還收到那個惡意啊 那個明眼人啊 對 明眼人他給我惡意 然後回來有一封警告信 掛號咧給我 給家長 對 你看 藝妮他的資源比人家少 但是資源越少的人 他越努力 OK 然後現在請各位前場的媒體先進們可以提問 提問的時候 請你講一下你的號碼 讓藝妮記得你的聲音 然後講說你的名字 想問的問題 一個問題限時三分鐘 好 請 好 請 好 直接問 對 來 我們往前 好 謝 謝泰東 廖同勳 你好 我是七號記者李玉欣 我想請問你一下 因為我知道我的聲音很甜美 然後對廣播有非常濃厚的興趣 就是說你想要分享那麼多的事情 讓其他人知道 那我想請問你 不曉得你對什麼樣的題材 特別感到興趣 特別喜歡分享什麼樣的題材呢 謝謝 謝泰東 來 請回答 我覺得人是這個世界上最有趣的動物之一 然後我覺得社會上的角落有非常多 你沒看到 但是可能比現在電視上更好看的 值得被報導的事情 例如說 在我們學校有一個社團叫做動物觀玩社吧 然後他們會把我們學校附近的流浪狗帶回來 然後在校園裡面 讓他們有一個固定可以休息的地方 然後 然後我們會固定的給他們就是十一瓦之類的 但是 都是同學自己贊助的 然後我就覺得他比政治行為好玩很多 然後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做人物專訪 或是 小人物大英雄之類的 報導 或是節目之類的 這樣 謝謝玉琪姐 謝謝玉婷 請好 請下一位發問 來請 廖同學你好 我是四號記者 林夢 那剛才聽到你的分享 就是 在感覺就是你在走新聞的這個 學這個新聞的路上 就是遇到蠻多的一些困難 那我想請問你自己會不會 在這個過程中自己會不會可能受到 就是 覺得受到很多的挫折跟打擊 那但是聽 因為剛剛聽你的分享 感覺你對新聞還是 抱有很大的熱情 還是想要往這條路走 那我想請問你 想要持續的那個原因是什麼 謝謝 謝謝孟仁 來一題請 我覺得挫折是一定有的吧 不是只是因為我是視障 而是就是 每個人在生命的過程中 就會遇到非常多 就不容易的事情 只是說 可能我遇到的挫折是 比較沒有辦法 在短期內克服的 或者說是 比較沒有辦法 靠我個人的能力去解決的 例如說 課程不能調整這種事情 所以它 它不是你的努力 或是什麼 可以去證明的 然後我非常非常想繼續念下去 一個原因是我喜歡廣播 我想在學校裡學到更多的東西 讓我能夠有這個能力 跟有這個資格去做一篇好的報導 然後另一個原因是 就像我說的 你在我之前沒有任何一個人念過 當中傳播系 如果我失敗了 就代表後面的全盲生 完全不可能有機會了 的確也在我大一的時候 那一次的考試上就加註說 想念大學系的 事項學生需要有四才變身的能力 那這大概是我一直想堅持念下去 跟我想堅持做廣播或是你說新聞的原因吧 謝謝議題 其實是我們的科學沒有辦法 滿足到議題的需求 我知道電腦目前已經可以 文章 平面的文章 它變成幫你讀報 所以現在已經不需要有人 特別去為市場的朋友們讀報 有一天影片也許有這樣的功能 我們也期待 然後下一位 老師等一下 我們往前給寶寶 往前這邊 來這邊請 謝謝 廖同學你好 我是九號的 徽宗 我是大傳報的記者 我想要請教你一下 因為剛剛聽你描述的那一段過程裡面 顯然 學校跟同學好像 對裡面不是那麼友善 我聽起來是這樣子 不知道真實的狀況是不是這樣 就是說好像 就是 因為你眼睛看不到啊 那很多東西都親自在臉上 所以 不管你再怎麼認真 他們也 比如說你說老師 只會給你五十五分 你一定過不了關這樣子 那你被迫轉系 轉系以後 你會不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這是一個 還有我知道 其實你聲音真的很甜美 你是不是會那麼喜歡做大傳人 不過其實不見得一定只能讀大傳才能做廣播嗎 也不見得說 也不見得說 就是說現在 現在呢 很多人也不是學這個東西 他也是當記者啊 目前的身在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 其實也不用那麼 就是說不用那麼執著意調念大傳嘛 不過我是不知道 你現在轉的公共行政系 上課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倒是非常好奇這一段 謝謝你 謝謝徽宗的鼓勵喔 所以他的問題就是在大傳裡面碰到的問題 轉系公行會不會同樣的問題 那請 一聽回答 因為公行系我還沒有開始正式 就是我還沒有開始變公行系的同學 就是我還可以開學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到他們說會不會遇到 但是我之前去做過他們系的課 就是視覺不是太重要的原因 然後另一個方面是 就是中文公行跟歷史 是在你的科系 之前已經有非常非常多視障聲 所以很多問題是在 我轉過去之後 我不用去想辦法解決的 例如說我在大傳遺器 因為沒有人唸過 所以所有的書都是文字的 沒有任何的電子檔 書商也不會給 這些東西是需要人去STOP 或者去念原意題 那所有考古題它都是平面的 不是電子檔 所以我就算電腦會講話沒有用 但是如果我轉過去之後 因為我之前有太多太多人 念過公行系 甚至大家的公行 所以所有東西 我都可以直接去找那些 在我期間念公行系的人 然後所有的東西 應該說走成的問題 都已經有人相靠解決辦法 你只要跟他們走 就OK 所以這是兩個系 比較大的差別 然後剛剛說 不在大傳系也可以當記者 這件事情我知道 在我決定要聽大傳的記者 也有很多人告訴過我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我覺得大傳系 它是一個有系統的 告訴你當記者 你可能需要具備的所有東西 然後在讀書會之後 要找一個人這樣教你 或是要找一個人 讓你跟著他 看他採訪 然後這樣再去學 可能是比較不容易的 然後也 比較沒有價值的管道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想要進去裡面 多學一點東西 讓我之後 如果可以做簡單 或是報導的時候 更容易上手一點 謝謝 謝謝一提 宮城 他標榜是從 出身 搖籃到墳墓都有 那這位天使 是那個大傳的水師 他現在飛到宮城去了 那也考驗宮城 那我們也是祝福他 那另外補充一下就是 那個天使 需不需要有天使去守護他 需要啊 所以這在做的各位先生 小姐妹 記者 先進來吧 就是剛我講的電腦 他會可以幫你讀 那個是需要Word PDF打壓轉成Word之後 他就可以讀 所以說我們可以 跟一庭說朋友 可以跟他E-mail 你可以用Facebook 對不對 對 所以今天大家多了一個 適當的好朋友 好天使 那等一下會後呢 記者 先進去 如果有計願 要當天使的天使們 來跟我登記 就是PDF會轉成Word 就可以了 好 下一位 可能是最後一位 廟公學您好 我是深浩 跨界光華醫師自主 我有幾個問題想要請問你 其實我聽了你的故事 非常非常的感動 如果我是看到你 不會覺得說你有市場 因為你的知識非常廣闊 而且呢 在你的唐土之間呢 非常的活潑 我覺得 比起很多現在的青年 甚至有過之後 無疾 所以我很好奇的就是說 是在怎麼樣子的一個環境底下 能夠養成你 這麼樣子一個活潑 就是你的知識靈異 能夠有這麼活潑的一個基礎 你能夠彈的 那我感覺就是說 不像是一個真的前往生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抱歉 你在一個大長系兩點裡面呢 你覺得你學到了哪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系主任在要求你轉系的時候 你有沒有嘗試呢 以你曾經學過 學到的東西來說服他 讓他證明說 你並沒有比這個 眼睛好的同學 差一點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事實上就恭喜 我相信就是 以你的一個才華 如果你繼續好好的學下去的話 未來即使你不再傳播系 你繼續保持這個語言的話 繼續充實那方面的智能 我覺得你也同樣可以做好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記者 你覺得這可能嗎 好 謝謝我們法師來一點 先回答 什麼樣的環境 你說我看起來不像全毛 可是其實我跟你們 可能還是有一些差距的 就是我在班上其實 常常會遇到很多情況是 例如說 好 例如 我們常常要跟組做報告 我們系的課大概有十分之九 都是你要跟其他人合作的 那我們會遇到最常的情況就是 在都可以工作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討論 例如說 要不要報告前需不需要彩排 那我可能就很適合 報告前要彩排啊 而不然正式報告的時候 怎麼唸得順這樣 那可是一般同學就會覺得 看不到的 摘什麼摘 例如是像這樣 就我常常可能一句話 然後就得罪你團人 然後這個東西 因為我以前不需要 我們以前 因為我小學到高中 唸的都是特殊學長 那大部分同學都是原話批准 然後就 我會直接告訴你說 你這個 可能我會直接說 要不要超懶 上去一定會被當多 這樣 可是 有時候就是 講話之前沒有整一下 我就會常常得罪同學 但是我覺得 我跟你們 最大的差距 然後 環境就是 最我小的時候 是想一下 就整片散黑棚那個 然後想學到高中 因為是特殊學長 然後現在在男生 這樣 對不起 可以請問你 剛剛第二個問題是 好 我翻證 第二個問題 再問你 更新的 下午春季 可以找人 學到什麼 跟其中的講 我有把握嗎 嗯 在這兩年的期間 其實我嘗試過很多次 不管是什麼 像我剛剛講過 我的成績 八十分應該也沒有看差 我最低的一次 平均七十三也是過了 然後 然後我只被當掉一科 然後 甚至是 我在心理學 或是在社會學 這些科 上學習可能是 可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報告文都交 然後 或是說 像我廣播課 我覺得我做的東西 不會跟大家差太多 就是從 這些方面 我們都有去 試著想要說服他 然後但是 系主任的回答 通常都是同一句話 就是 我知道你在這些方面可以 但是我們系 需要的其他方面 你不可以 例如說我們系 需要拍點 我們系 你需要 看影片 刷剪影 這些你不可以 我們不可能為了你一個人 去調整 這些不可以 就造成你不努力 也不管你是在外面做的 好不好 然後 然後 呃 大公情形之後 有沒有可能做一個 有沒有可能之後做一個記者 說實話 我是覺得 可能性不是太高 因為 就是 現在 呃 網路 或是報紙 這些產品 呃 的規模好像是 越來越小 然後網路啊 跟電視 跟所謂需要 視覺性的東西 是越來越發達的 然後 然後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如果 還做 文字的東西 可能 受眾比較小一點 然後 再加上 就同樣的錢 一個企業 通常會選一個 能力比較好 限制比較小的人 就像 在班上分組 為什麼我找不到組人 因為你組同樣 五個人 他找了你 他就少了一個 可以做事的人 就是成本效應 呃 但是這可能性 不是沒有 就是像 很多電台 他們會有那種 企業金融 那也許我可能 可以開一個小小的節目 當作副業 或是 就當一個公民記者 可是他可能 比較難 成為我的 主要的工作這樣 我自己是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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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怡婷 那我們總共有四位 記者先進門發問 不知道現場 還有沒有 記者先進門 想要發問 那我們資深記者 浩喜寶寶 來 謝謝 幫我幫我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要有人幫我叫 幫我看一下 有沒有叫到我 好 來 謝謝 好 謝謝 這樣呢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你已經上了兩年的課了 那我想知道 這兩年的課 有沒有寫過新聞 或者說 有沒有做過廣播方面的報告 那那個 陳孝儒 有沒有 要不要把它掛互相看 既然這個是 你很喜歡的工作 那你在做這兩年裡面 有沒有 怎麼樣的一個表現 謝謝 另外是我在想 如果說 實際上 廣播還是有蠻多人在聽的 例如說 很多人在開車 所以車上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聽心 聽廣播 所以我在想 如果說 如果你做的廣播節目 可以做出一些東西出來 譬如說 你可以 我自己在想 如果說 你有東西 可以放在 放在怎麼樣一個平台 讓人家去點選 因為 在這個 台灣還是有買過十張的朋友 我自己就有十張的朋友 那 對他們來說 就是要靠很多 就是要靠很多 對 所以我在想說 知道 你有做過這方面的 嘗試跟成果 謝謝 我剛剛忘記說我是誰 我是公民記者花旗寶寶 幾號 我是幾號 我來的時候 九號 是十號 還是九號 沒關係 我是最後到 我管了幾號 十號 照地為你關了一扇窗 他會開另外一個更大的忙 對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你幾號 包括你自己 所以九號或十號 好奇寶寶 沒關係 我是十全十美的十號好了 或者長長久久的九號 你有九號是會中啊 所以你十號 那我是十全十美的好奇寶寶 哈哈 謝謝 特別的成績是沒有 但是廣播課我們有做就是 我們做過整組去做一個電台評論的報告 然後也做過一個十二分鐘的專題報導 然後那時候我做的題目是淡江大學的無障礙設施 就是淡江大學的無障礙設施 到底做得好不好的一個檢收 然後那時候我做的就是去問同學 搜集同學的意見 然後也去問了資源中心的老師啊 然後還有我們學校的總務處 然後那個題目是 有障礙的無障礙 在深大深部之間的心就是在家 第一個開放房生就讀的學校 然後也是有最多資源的淡江大學 都有這麼多需要改善的設施 那更何況是其他學校 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也有落過就是模擬做一個節目demo 跟節目企劃書 然後那時候做的是一個三點的節目吧 它就是一個比較輕鬆的什麼都聊的樣子的東西的企劃跟demo這樣子 然後我還沒有把我的東西放到網路上還是有給一起的朋友 如果只是放在網路上給大家聽 我覺得可能性還蠻高的 可是如果要因為這樣子 或是因為視障這個族群而讓我找到一個穩定的節目 然後甚至是把它變成我主要工作 可能難度還是有一點 因為視障在全台灣或是說開車會聽廣播的人 在全台灣民眾裡面的那個民眾可能還是不夠高 大部分的商業電台可能不會因此去開一個這樣的建議 對 謝謝 謝謝喔 那個我們追資深的記者阿兒要發問 那請大家把握時間喔 這個是最後一個提問 那這個提問之後呢 我們就是休息五分鐘 在這個五分鐘的中間呢 大家可以往前喔 那因為就是大家媒體的需要 我們可以跟伊婷合照 同時留她的Facebook之類的 好來阿兒 伊婷同學你好 我先是公二號記者阿兒 然後要問的問題就是 你所認為的這種傳播是什麼 就是你已經有學過兩年 可是這兩年的認知 就是跟你自己 譬如說面對的一些 你覺得環境的不友善之類 那有沒有改變你對這件事的看法 謝謝 不好意思 就是我太理解你有問題 問題 我要問答什麼 我先講我 我盡量以我理解的去回答 如果沒有回答到你想問的 就可能麻煩怎樣再問這樣 就是我覺得當作傳播就是 把一個媒體人需要具備的技能都教你 就是一個大容物 你想做媒體你需要會拿些東西什麼都學 然後出去之後 你可能就比飛格科系的人多了這樣的知識 可能他們花幾年時間可以學 可是可能你比他們早學軟這樣 然後就是念大團系跟外系的差異 然後進去之後 改變我的大男生的方法沒有 因為我進去之前就覺得他就是一個大容物 然後我就是想從裡面找一些我能學的東西 然後把它學起來 如果以後有機會推出的話 就不用再重新學一次這樣 我覺得可能要問的是說 大眾不是講說大眾傳播這個科系是什麼 應該說大眾傳播這件事 因為或是講另外一個用詞 就是譽論理學的新聞是什麼 就是怎麼樣才 我們這個可能叫公民記者 那我們就我來講說 我可能就知道什麼樣子 你覺得什麼東西可以被報到 什麼性質的報到 經濟性的本質是什麼 你這樣也不要理解嗎 或者是你有沒有覺得 所以阿爾的問題剛剛就是小美老師講太壞了 他就說今天全部丟掉我們學院的東西 對 他第一個問題就是 伊亭問小美老師 他覺得什麼樣才是值得被報到 所以這一個還不能下端問 這個是那個 所以我要問的是 伊亭覺得 你覺得什麼事情 就經過這麼多事情之後 你覺得什麼事情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並不是 我不是要問的是 學校課程教的那些理論 我要問的是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什麼事情 你為什麼要做電視報道 這樣好像又誰有業 先問說為什麼 你覺得什麼事情是大眾傳播 我為什麼聽是新聞 有表現什麼還是沒有 對不起 有嗎 你先想問 我覺得新聞是什麼嗎 還是什麼是值得放出來的 你覺得什麼是新聞 你覺得 我要問你覺得 不是課程上教的 我覺得我不知道的東西就是新聞 不知道 我覺得我不知道 而且我需要知道的東西 就是新聞 例如說 很普通的嘛 有家長分壞 那是新聞 但是 可能 可能 有一個流浪漢 他把他 就是 欸 後來的錢 那就跟實戰機構 我覺得這也是新聞 就只要是我不知道 結果我需要知道 或是 反正我覺得 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的東西 被寫出來 它就是一個新聞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 他問題 有 謝謝 好 那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因為現在已經來到8點16分 那我們8點半接稿 所以說 這個同時呢 各位 我知道 因為剛剛已經看到 大家都正題集書 那 那個 先給大家一個 那個 休息五分鐘的時間 那這個時間 那這個時間呢 同樣的今天 玉婷在學校所碰到的 那我們今天在開放 我們那個新聞稿的形態 因為現在手上 大家有各式各樣3C的產品 所以等一下 你要用錄影的 要用錄音的 要寫文字的 那通通都可以 只要有200個字的 那個新聞量就可以了 那五分鐘的時間呢 你也可以來再訪問議題 直接錄影 這樣子也可以當成作業 那等一下交的作業呢 我們知道通導信息開始在動了 那就是 請你寫200個字的內文 那當然形式不拘 然後呢 200字內文網上呢 包括在200字裡頭寫 30到50字的導言 這個導言呢 就是萬一人家不想看你的200字 好歹看到30到50字的導言 再往上推 請你為這個導言 為這個內文下一個標題 剛剛議題有下一個非常棒的標題 有障礙的無障礙空間 對不對 這個也是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 八點十八分 我們休息五分鐘 這個時間是開放的 那這個時間 大家可以再來補問問題 好 那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多謝 谢谢大家